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创下一页百万业绩 但如今 店家关的关纷纷退租 只剩不到五家还在营业 我好像在有蛮多不见的这样子 就有意外 我以为它只是一个就是半个活动 然后这边放一阵子然后就会采赢掉这样子 退租的店家抱怨一个货柜月租五万 如果营业额达到三十八万 抽取营业额百分之十三 只有跨年时有人达标 后期业绩常挂龄 知一场地收费太贵赚不到钱 三十多个货柜只剩不到五家还在撑 其实去年底这里就曾因为没有取得 使用许可证违法营业 被罚十三万多 还一度被勒令停业 负面新闻不是第一次 但过去不论白天夜晚都很有人气 如今空荡荡养蚊子 市集工作人员到场关心不愿受访 只强调绝对不会倒闭 后续将要改装 官方粉丝团上也持续推出中秋烤肉活动宣传 三星文文千赵英光SNG小组台中报道